分享这一章的门 一个生命的指引 那在这前面几章 其实耶稣都一直不断地向人来启示他到底是谁 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梁 在前面几章的里面 耶稣也说他是世界的光 那一直到这一章第十章 耶稣说他是阳的门 他是好牧人 所以耶稣不断地向我们启示 就是他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 是一种爱的关系 也是一种不能够分开的关系 那耶稣说他是门 那我们上个礼拜 礼拜五我们受难日 然后我们过月节 然后我们那个门 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 那个涂了血的那个门 进到这个门的里面 就是一个有生命 就是你就可以存留下来 所以这个门给了百姓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一个生命的指引 这个门看到这个门 有图门 你进去之后 你就能够存活下来 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生命 那如今耶稣就是那个门 那耶稣说他是阳的门 叫阳得生命 而且出入得草吃 生命就可以更丰盛 那礼拜我们去台中参加那个幸福小组 那个研习会或是那个课程 其实都被激励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冲撞 有很多的冲击 然后呢 我有想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然后我也跟坐在我们附近的同工 我们讲说 我实在很想要了解他们同工 一整个礼拜的生活作息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然后是怎么样的安排 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幸福小组在四到六月会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是成为别人的指引 我们说我们里面有很多 我们是小牧人 我们里面的小耶稣 从我们受洗的那一刻 那个耶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断透过每一天的生活 或者是追求 或者是装备 或者是自己的经历神 我们这个里面的小耶稣 小牧人 不断不断的成长 我们的生命就会可以成为别人的指引 我们的生命不就是我们出去 幸福小组 我们不就是要成为别人的指引吗 因为我们身上里面有一个爱的记号 有一个记号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指引人家有一个路 就是把这个耶稣介绍给他 耶稣就是道路 耶稣就是那个门 这个门是成为一个 他生命的一个指引 那开始我觉得 大家都在开始找关系网了 到底我的关系网在哪里 每个人都开始在找了 上网我有一个结论 写在我的那个笔记里面 我觉得我的困难 绝对不是神的困难 生命有一个爱的记号在身上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付出一个行动 然后带领别人找到这个门 然后他们也能够经历爱 认识爱 领受爱 我们去探访 其实就够了 因为就没有任何的 带着任何的其他的目的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把我们身上领受经历的这个东西 其实只是在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 向他们显明而已 显明神的爱就在这当中 所以昨天我跟师母牧师 他们去探访的时候 那个家庭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怎么在这么一个 艰难困难的环境当中 神怎么样翻转他们 然后想要自杀的念头也没有 这不就是他亲自的经历到 这一份爱吗 好 我今天分享题目是 认识直到舍命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为我的羊舍命 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 主也认识我们 一般在世界都是因为太了解 太认识而分开 对不对 但是在耶稣来讲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 耶稣太了解 你里面在想什么 耶稣太了解你里面 你现在不满意什么 耶稣太了解我们这个人 但不会因为太了解你 以至于他舍弃你 他因为太了解你 太认识你 以至于耶稣说 我因为太了解 太认识你 以至于我为你舍命 这是多么宝贵 好牧人的真理 世界都是因为太了解 太认识 婚姻不是这样吗 都是因为太不了解 太不认识所以结合 但是因为太了解而分开 而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牧人 耶稣基督 太认识 知道耶稣知道 像这几天放假 虽然我们有运动 但是受不了 我们就吃了太多了 神知道我的毅力不够 神知道我控制不住 那个美食 但他不会因为太认识你 你看我放弃你 算了 我就不让你有利益 继续减肥 我读到这句话太感动 是耶稣因为太知道 太了解 太认识我 但他不会因为太认识我 这个人太烂 以至于离开我 那是说我太认识你 以至于我为你舍命 这就是我们的好牧人 耶稣基督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太认识 我们的好牧人 耶稣基督 以至于我们以为 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在耶稣里面 越发知道 自己很多的败坏 自己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反而躲起来 今天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好牧人耶稣 他太了解 太知道 太明白我们 以至于耶稣不断地鼓励 不断地爱我们 不断地舍命 但我们却不断地逃 因为当我们越发 看见自己的不好 看见自己烂的时候 我们反而逃之夭夭 所以我要讲到说 你知道耶稣因为太认识 太了解 太知道 而他所下的一个决定 是为羊舍命 以至于你知道吗 他不仅爱我们 为羊舍命 所以说 耶稣按着名 叫自己的羊 哇 他可以叫出一个羊的名字 你看这多宝贵啊 这在代表什么 认识 我们都知道 认识这个字 就是亚当跟夏娃同房 夫妻之间同房 赤裸 以至于了解之后 我不知道夫妻在了解赤裸之后 是分开呢 还是更多的结合 但是耶稣说 我因为认识我的羊 我按着名 叫他的名字 按着名 多少时候你知道什么情况下 你多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名字 金中奖 如果没有你的名字 你会好失落 金马奖 没有喊到你的名字 你会好失落 对不对 金像奖 即便你呼声再高 但最后没有你的名字 你会好失落 但耶稣这一讲 他说 我认识你 我不仅不会放弃你 我爱你 而且到一个舍命的地步 一直到那一天我来的时候 你在我的名单里面 我会按着名 叫出我羊的名字 如果到那一天 羔羊婚宴的时候 耶稣就会没有喊出我的名字 我不在新娘的名字里面 那完蛋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要讲的是多么宝贵 耶稣说 我认识 我太了解 我知道你的软弱 我了解你的处境 但我不会因为这样 我放弃 我因为这样 我更爱你 我为你舍命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不论我们在牧养 我们在幸福小组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不要说因为 我探访你 我爱你 我为你付出 我请你吃饭 然后呢 我们小组有这么精美的茶点 然后你最后供姑 你为什么没有来 也不来受洗 但今天这一端 让我们看见 爱所付出的 即便他不来 即便他最后没有填 受洗名单 但我们还是继续爱他 这是耶稣所讲 耶稣知道我们人 要认识他 人要向神敞开 耶稣今天是先向我们敞开 耶稣先向我们敞开他自己 但人因为罪 人因为羞耻 人很难向神敞开 以至于我们离开神 但神却向我们敞开 认识 他多么宝贝我们 以至于他说 我为你们舍命 认识直到舍命 记得今天早上这一句话 这是神今天早上在我里面 认识直到舍命 我们都是因为太了解你的 我们呢就开始拒绝了 我们就开始有一个隔绝了 你上次怎么陷害我 你上次怎么对待我 我们太了解他了 以至于我们隔绝 我们太了解他了 你看他就是乱讲话 他每一次我这样爱他 我怎么对待他 他怎么对待我的 我们就画一道线 但是耶稣 我们太多时候把神隔绝掉 但耶稣说 我为你舍命 因着认识直到舍命 我们来祷告好吗 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 我想我们幸福小组 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方法 它背后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爱 没有爱 没有爱 那个茶点到最后都 都变得没有味道了 在做下一期 你可能都不想再买茶点了 因为气死我了 我什么这些都没有来 什么茶点都不想要了 但我要讲的是 背后真的就是一个爱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真的要说 主啊 太了解 太知道 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 耶稣知道我们人 在过犯中 在罪恶中 所带下的羞耻羞愧 以至于躲避他 逃离他 而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就画一道线 因为你骗我 你欺负我 你害我 我们就画一条线 我才不再为你舍命 好不好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为了今天早晨 你再次让我们看见好牧人 主啊 让我们真知道 什么叫做好牧人 主啊 你的爱超越这一切 以至于主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 害怕恐惧羞愧 主我们里面很多的 羞耻害羞 但主我求你的爱 医治我们 以至于主啊 即便被骗 即便好像人耍我们 即便人好像讲话不算话 但主 多少时候我们对你 也是讲话不算话 多少时候我们对你 也是这样 但主啊 你却继续用爱对待我们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这个教会起来 哦 主啊 耶稣 你是好牧人 以至于你越发认识我们 但你越发为我们舍命 你越发做你爱没有停止过 主我谢谢你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应该上次的一个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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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